注意看,黄师傅今天教大家做手撕包菜,寓意着过完年财运滚滚的。 首先把包菜去盖,然后一定要用手撕,撕成一片一片放入碗中,碗中来一勺盐一碗清水。 把包菜放入盆中,浸泡十分钟,洗掉多余的杂质和虫碗。 炒包菜最好用猪油,先把葱蒜干辣椒爆香,然后加入包菜翻炒七七二十五下,调味只需来点盐,鸡精,生抽,白糖。 然后快速翻炒至断生,洗过来点锅边醋,这样做的包菜酸辣脆爽,好吃的停不下来。